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欢喜自在的时段 直播室里面有杨沛恩 和我们的永古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比提同欢喜自在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阿弥陀佛 师父我刚刚很留心收听你的心灵花园 我们今天人间学院就开学了 我自己很兴奋 因为我也有工作要负责 还有分量也很重 所以我知道我们全面所有的学科要开始了 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佛学班 今年也有比较大的调整 又加重了读书会的奉量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节目里面 逐些让听众朋友知道 其实董伦岛佛光山和人间学院 真的很用心希望大家在教育方面 和佛学方面可以进步 我们也要马上收拾心情 跟随师父今天进去空中佛学院 听师父教我们在《般若心经》里面 我们再可以拿到什么法宝 空中佛学院 各位空中佛学院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的《般若心经》 我们要进入经文一个三个进度 经文是说 事故空中无血 无受伤行色 无眼耳鼻舌身义 无色星胸眉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疑色界 这一段经文就是有关我们一个人 身心構成身心的所有条件 是五魂十八界的这个内容 在讲解之前 我想借一个公案 有个小三味 他指着自己的眼睛 然后问他的师父 说 师父 这个是什么 他师父说 你怎么这样问 就是眼睛 然后那个小三味指着自己的鼻歌 有问 这个是什么 他师父就说 你今天是怎样 问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鼻歌你还不知道吗 你今天有什么问题 这个小三味就正式提出他的问题 他说 师父 明明我们都有眼睛 鼻歌 耳朵 鼻歌 耳朵 这些都有 但为什么《般若心经》里面 都说没有呢 没有眼以鼻切身义呢 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 我借着这个公案就要进入今天的经文 那么之前我也要提醒大家 我在之前几次讲解里面 其实一直都希望我们大家 你看《般若心经》 或者背诵 读诵的时候 通过这些文字 其实你都要训练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思考 习惯要去培拥 因为从《般若心经》一开始讲到经文 讲《观自在菩萨》 《行三般若波罗密多士》 就要用很深的般若空性智慧的时候 他可以照见五云继行 他可以深刻的理解到 都是没有自性的 都是怨起成空的 因为他可以观照得到 深刻的理解到 所以他可以到一起撫握 就外境有什么变法呢 已经都不会令到他再生起烦恼了 然后讲《诗诸法康上不生不灭不教不正》 这是上一次讲的 接着是今天的进度 事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恒色 所以《诗诸想恒星》 其实我们前几次已经都讲了 《诗诸想恒星》 是球成我们身心的五大元素 《诗诸》是属于身体部分 物质部分 《受想恒星》是心理部分 我们只是单单看这一句 《诗诸想恒星》 都是说空中是 所谓的没有这些 没有不是说 否定它在真实 在形状上的存在 不是哦 而意思是说 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才有的 所以说 我说大家 包括我自己 一路都要 叫做《语理思维》 按照佛陀教导 我们的思考法 可以看这些 所有的一起 所以 当我们讲 事物是缘起的 因为它是缘起的 所以它不会单独 就可以求成或者存在 或者有它一个独立的自性 这些是缘起的 当我们讲康的时候 它不是要否定这些 现象的存在 它不是否定这些 它是否定它 那种叫做上驻不变的 有那种主宿 或者是自性的 那种看法 那种想法 是否定的 不是现象世界 而是否定 这些是有单独的自性 是可以主宰的 永远不变的 是可以与我们三宜的 是否定这个 本质上的否定 而不是现象世界的否定 所以 说回来 一开始经文说 事故空中 如果你理解到这个原理 这个叫做缘起成空的原理 你便可以知道 所有存在的这些 色受上行色 其实都是没有一个自性存在的 另外下一句 就说 没有眼耳鼻舍心炎 眼耳耳鼻耳鼻舌 舌耳耳耳鼻舌 这个就叫做落根 佛陀救到我们,认识自己的生命,就有身心,求上这个生命 当有些人很执着,那个生理部分的话 佛陀就会用乐根,眼耳鼻舌身,乐根来说明 如果有些人比较偏重,是一个心理状态 佛陀就会用五蚊去释手上行星,去解释 乐根就是求成我们身体的生理部分 比如一个眼根,眼根都有两方面求成 一个叫浮尘根,一个叫正式根,一样都是眼 只不过浮尘叫眼球,眼睛 正式根是勉强说是视觉神经 但是那个神经不是你看得到的神经系统 除非是你收到天眼才能看到的那种 所以凡是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也不是佛陀所说的正式根 不过总之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眼睛 然后眼睛有它所依的一个外景 那个外景就是我们说的色层或者是色景 色就是六层里面的非常层,六层里面的色、星、香、味、触、法 叫做六层 意思是你的绿根对着六层,然后产生现色作用 那么根据它是比如眼睛看到色,然后产生一个眼睛看出的现色作用 所以六根对着六层,然后产生现色作用 那么前面说的六根,然后再加上六层,这个就叫做十二层 古代的翻译,我们早期学的叫六日 那么现在比较通用叫做十二层 如果将这个十二层,那么加上产生的现色作用 叫绿色,六根六层,绿色加上就叫做十八戒 戒是戒限的意思 因为它是个个是有戒限的 眼睛只能看色,眼睛能不能吃东西? 不可以的,眼睛能不能听声音? 不可以的,所以它是有戒限的 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一点概念 我知道是还没生日的 那么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再深密一点 跟大家讲一下五魂十八戒的内容 和他们的关系 我们下一次再讲,阿彌陀佛 师傅,我也真的很留心听 原来我很喜欢《波耶心经》 因为在《心经》里面,我真的觉得它对我们生活太有帮助了 而且你刚才解释那个五魂十八戒 还有进入十八戒 跟我们息息相关 不过就好像我刚才说 时间不够,只有十分钟 要讲十八戒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就比较偏重 只是一个面上的计则 其余部分,比如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就要下一次再继续和大家谈讨 是的,师傅说如果我们慢慢学 师傅多讲几集都不要紧 好了,我们就首试休息 再次回来 我们的单元也有很多听众很期待 大家不要走开 好,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来 是欢喜自在的 师傅,我们逢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 我们这个单元就叫做《迷恒之间有声书》 我们也很高兴请到各界的碧涵 和我们公读《星云大师》的这本著作 今天,师傅 我知道你每一次都配合这个时令 或者是气氛 选一篇就是适当的课问 今天我们选哪一篇呢? 是《星云大师》的主族《迷恒之间》 其中一篇叫做《创造之的美好》 《创造之的美好》 为什么选这篇 都是因为今天是我们 人间学员的开学典礼 是哦 很多媒体 或者社交网络 都很蓬勃 我们有时有很多资讯 喜欢听的 不喜欢看的 什么都逼着你来看 真的这样 是的,我时时会记得大师有一句说话 不知的乐趣 有时你很多事情不知道更开心 一知道 有时会混淆我们自己的认知 在这方面 师傅有什么指导我们 可以如何面对这些 我们不想知道的 又要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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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还是错的 那些 我建议我们也是听听师傅的这篇 《创造之的美好》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 请大家欣赏 《创造之的美好》 吾仁每天想增加一些新资 但是翻开部张杂志 都是揭人隐私 黄色匪文 奸杀劳略 槍械绑票的消息 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为了得到当天的新资 打开电视 亦都是杀人 淫威 诈骗 吸毒的报道 只得掩暴不看 关了电视 不禁想到老字讲的 不如无知 刚到机关上班 各种报告 人我是非 互相倾摘 计较 计较 打压毁 各种不平和怨声 不知如何处理 不禁令人长叹 不如无知 电话铃声响起 拿起厅筒 这间周转不灵 那间即将倒闭 有些抱怨生意难做 有些素负商场艰苦 凡此种种 唯有不如无知 才能表达心中的痛苦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等到放工回家 太太围住 素说物加上帐 亲友告态 太太啰嗦未完 儿子从学校回来 问道 大人经常都教我们 不要骂人 为什么那些官员 会互相指骂 要受 埋见笑 直叫人难以回答 只幼阳天长笑 不如无知 人在年轻的时候 读书求学 应付考试 挑灯夜战 种种压力 只是为了求知 及知走入社会 所见所闻 人心险恶 处处陷阵 越来越感到 知得越多 烦恼越多 知本来是多么美好 现在能够知道未来 此处能够知道彼处 阅读历史 可以知道过往的事物 研究科技 可以知道宇宙的奥妙 但是何其不幸 我们眼见耳闻 好似乌云蔽日 一片黑暗无光 知的恐怖 叫你不寒而律 当然 吾仁不能够因为 知有痛苦 干脆无知 好让六根清静 只有希望大家 从新闻的角度 创造知的美好 让我们的电视 所播出的 都是美好的山水景物 美好的人事来往 让我们的报刊 所报导的 都是一些健言思齐 静化心灵的美视 让我们的政府 为民思行的德政 被人歌颂 让我们的社会 表现出来的公义 被人赞叹 让我们感受到的 都是和风吹忽 春暖花开般的运行 我们要歌颂 知的美丽 也都要礼赞知的欢喜 请大家 写去不如无知的烦恼吧 星云大师 赶于人间福报 二千年四月一日 嗯 师傅 听完碧咸 这么漂亮的声音 浪众 和我们视听组的美俊师兄 配乐的 高质素的配合 真的好似明了一点 师傅 是啊 好像刚刚 你之前提出的问题 师傅在这篇里面 其实知道 很多这些资讯 他好像你说 好像排山倒 是啊 有时没得选 那说没得选 其实对我来说 我也是经过要选 譬如去头 有人跟我说 有什么 跟我联络 加入Facebook 是 那我听话就加入了 然后说 哇 我没有时间 那些不相关的 我不用知道 事实上 真的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 只要看到 E-mail 有这些 你很久没有 什么 他会提醒你 自从你上次 离开Facebook 现在有很多 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 或者很多人找你 是啊 是的 我是一律 你真的有时 请你亲自找我 不用通过Facebook 是这样的 我是联合是这样的 因为真的太复杂 我只是手边的人 的事 我已经处理都 都没得周到 我没办法 全世界所有人 是的 不过我在这里 有点著名 师傅 我们不是特别 针对Facebook 不过我只是举例 只是举例 现在的社交网络 太过容易 容易接触 手机也可以 iPad也可以 电脑也可以 所以这些 我们真的要自己 有自律的生情 是的 另外 好像有些 咨询 他提负面 我是觉得 好像师傅在这一篇说的 从开始 我们是被动的 就能接触到 是的 與其你接触 负面的 然后在那裡 起烦恼 不如你主动 重做 什么叫重做 譬如说 通过你传播出去的 都是美好的 清静的 由你自己重新 創作一样 或者是传播 传播一样 美好的资讯 是的 譬如你看到一个社会事件 你看到之后 你要这样传出去 还是你可以把它 换成一个角度 去看 然后对你来说 有一个启发的意义 你再去说给人家 譬如这样 由你这里就转 当自己调整了之后 我再传播出去 我所根据这些资讯的 创作出来 可能是一个很正面的消息 正面 我没有办法改变那个事实 但是我的理解 可以从正面 换个角度 是 我也是在这里说一句 我们的智慧不足 通过 譬如我们开办人间学院 你来参加听佛法 然后你的智慧会增长 是 你才有那个能力去看 变化多端的所有这些外在的事物 是的 所以也鼓励听众朋友 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人间学院 开学了之后 我们的课程真的陆续陆续地在开课 佛学班 兴趣班 才艺班 都欢迎大家 力报名参加 还有道场之外 还有 Markham Waterloo 都有分初级 中级 都有分 国语 粤语 英文 大人 青年 小朋友 全部都有 真的 你什么年纪 什么阶层 都对的 所以不要错过 所以也要再报道一下 3月20日 接下来的星期五 刚刚是2月初一 我们《就多伦多佛光山之》 里面有光明灯法会 其春节平安灯 圆灯法会 欢迎大家 同尖发起来参加 想重温今天的节目 可以上网 www.fgs.ca 也都是报名学校 或者查询资料的 可以打电话来905-814-0465 我们再次多谢永谷法师 也更加多谢听众朋友收听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感谢 感谢 如是我闻 佛光文教 音乐提供 感谢